2010年第一次拍摄过程中发生爆破事故 于浩铭意外烧伤 再也见不到那个忧郁儒雅的美男子 烧伤前后真心让人看不下去 厚厚的粉底也遮盖不住明显的疤痕 背部手臂和腿部烧伤严重 面积达39% 医院的诊疗结果 仿佛是写给于浩铭的刑法审判书 然而事业上遭受重创的于浩铭被分手更是雪上加霜 几年后他首次提起那段感情 短短几句话激起网友的好奇心 这个神秘女友又是谁呢 通过查验资料 一个耀眼的名字杨幂出现在人们眼中 2010年1月 杨幂与于浩铭在北京印时尚大典同台走秀 当时无论是名气还是人气 杨幂和于浩铭都差一大截 此时的杨幂还在娱乐圈摸爬滚打 是个不知名的小明星 于浩铭则凭借一起来看流星与名气大增 更是天天向上的常驻主持 两人能有交际和湖南电视台也脱不了干系 杨幂和周比唱诗闺蜜 如果要追星是比较容易的 从那以后 微博里遍地都是两人的甜蜜互动 杨幂的博客全是于浩铭的歌 在他被烧伤后 杨幂在出事后的第二天发微博祈祷 于浩铭被烧伤后 杨幂也多次被拍到去医院探望他 还有医院在医生发微博爆料 杨幂是于浩铭的女友 而且多次看到杨幂在床边哭泣 11月14日是于浩铭的生日 而杨幂每年都会送上祝福 2011年于浩铭远赴美国治疗 烧生事件让他自己都自嘲是个猪头 而杨幂在娱乐圈摸爬滚打 不可能没有一丝起色 在经过了慎重考量后 他做出了选择 他不怕被人指责 而之后于浩铭也在媒体面前 公开否认恋情 甚至还大度地为杨幂送上祝福 当于浩铭一人孤独地 在大洋的彼岸接受治疗时 杨幂的事业迅速红火起来 凭借公的热播 和明星的CP炒得火热 一手爱的供养 让杨幂的身价直线上升 甚至被列为四小花蛋之一 本以为杨幂会因此在事业上趁热打铁 没想到却大方公布和刘凯薇的恋情 虽然刘凯薇比不上如日中天的杨幂 但屏幕中两人的恩爱甜蜜 还是得到了大家的祝福 随后杨幂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做演员的同时自己当老板 还把男友刘凯薇带火了 2014年 28岁的杨幂和40岁的刘凯薇奉子成婚 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两人各自有自己的事业 刘凯薇也非常忙和众多女星合作 大量的亲热戏一个都不少 同年6月杨幂生下了女儿 为了赚奶粉钱 刘凯薇仍然接这种类型的剧 或许还要证明 自己不是靠老婆上位 给自己挣婚点尊严吧 果然在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 刘凯薇综合排名19位 收入排名15位 40岁的她终于可以挺直腰板 面对那些非议了 但是在2015年 两人离婚的消息频繁爆出 但都被否认 甚至在2016年 刘凯薇和王欧的夜光剧本被曝光后 杨幂仍在维护 例证这是传言 或许是已经意识到了危机感 两人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杨幂要保证自己离开刘凯薇会过得更好 于是她拼命拍戏 两人多次提到剧少离多 双方互动开始减少 面对离婚传言 杨幂只是简单回应 一切都好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2018年 两人没有了生日祝福互动 结果在12月份 杨幂和刘凯薇官宣离婚 其实这也在大家的意料之中 离婚后刘凯薇传出更多的消息 是照顾女儿 而杨幂不是在拍戏 就是在参加综艺 娱乐圈的拼命三娘 这个标签 用在杨幂身上再合适不过 杨幂最多的时候 一年拍了22部戏 加多部综艺 她一直是以女强人的形象 展示在观众面前 在辩论节目中被问到 是否会把前任当人脉的话题时 杨幂直言 我觉得我才是那个人脉 面对会不会帮前任的问题 杨幂更是直言 不帮 引起网友热议 有人认为只有足够优秀 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也就是现实 杨幂之所以能红 一方面是她的高情伤 另一方面确实非常敬业 冬天跳冰湖 怀孕期间在雪中 站五个小时 吊成墙 淋雨等 在自杀小说家中 为了将电影呈现出 最佳的视觉效果 她被一次次的摔到墙上 深深的砸到地上 痛苦的杨幂一直捂着肚子 对于她的生理期 亲自拍打戏的行为 也着实让人心疼 然而她却一次次地 在白玉兰奖上 两手空空 最近白玉兰奖的时候 女配名单终于公布了 一些演员的名字 终于在名单上出现 但遗憾的是 久久不见杨幂的名字 一些资历浅的女演员 如毛小彤 妮妮 童瑶等 甚至在90后小花 都出现了一个人名 杨幂作为一个资历 这么深的女演员 在娱乐圈打拼多年 每次通告 都是在勤勤恳恳地拍戏 拍戏有多拼 最后却得到这样的结果 前有70后女星 后有90后女星 没有拿过 含金量奖项的杨幂 确实是让粉丝失望了 杨幂已经连续十年 无缘白玉兰奖 虽然能看出来 现在奖项的含金量 是比较高的 越来越注重演技 杨幂一直都名气不减 但她一直走流量路线 虽然敬业 但和演技还是两回事 杨幂已经入行三十年 粉丝曾细数过杨幂主演的自制剧 所以没有被提名 和这个也有些关系 希望杨幂能多打磨打磨 建一些有质量的剧本 即使作品再多 人气再高 得不到主流的认可 还是会一无所获